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又来到了每周市场回顾与展望时间 每周过很快 所以现在已经进入了春天时分 今天是4月9号2016年 那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每周市场回顾与展望 上周股市跌了一点点 整周跌了1.21% 上符合我们在周初 就是上周末所讲的说 期待可能开始有任何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调的一个可能性 那我们这周就开始有了一个回调 那我们先看一下那个日线图 小师图好了先 小师图呢 从上周我们基本上 我给大家画了一个上升了一个三角的一个形态 那我们周初的时候是在 看一下在哪地方 在这地方 在上周的地方 上周 基本上在这地方 对 然后呢 周一开低走高 然后呢 之后就慢慢慢慢下行 那基本上就看到说他已经跌破了这个所有的上升通道 不管你是用哪一条上升通道 基本上上周一整周基本上跌破了这个上升通道 那上升通道跌破代表 然后crash就开始吗 其实有这个风险但是不一定 不一定 我记得在群里面常常跟大家讲 或说美股是这个圆顶 尖底 底大部分是尖的 我们来看一下周线 底大部分是尖的 然后呢 这个的话看起来是圆的 不过基本上还是尖的 因为在底部地方都是比较尖的比较多 你很少看到顶部是一个 一个那个什么就是真的样子出来 我这边简单讲一下说K线 我们给大家一个新朋友 或者说比较初级的朋友 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就是说这K线的意义 就是说像红色是指那一个 这个是周线图 所以一周一根K线 candle 那红的话意思就是说 开在这个地方 收低在这个地方 所以当中有引线的话 这个引线的话 就表示他曾经高点到这里 然后呢 不管他怎么震荡 开在这里 曾经到过这里 然后最后收低在这地方 如果在这个 这一根 这个下面很长的引线 引线 引线 等一下一个针线的话呢 是开在这里 然后呢 曾经杀到这么低 然后呢 收在这个地方 好 那一般这种形态呢 就是属于比较属于见底的一个形态 就底部的形态 不管是收正或收腹 一般都是比较 一个非常长的下引线 基本上是一个收低 这个见底的一个情况 那同样这个 这个是阳线 阳线意义就是说是收正的 开在这里 收在这里 中间怎么运动 我们不知道 反正就是结束的时候是在这里 所以局一反三 这个地方也是开在这里 曾经到过低点 然后呢收高 收在最 几乎在最高 同样的在这里的话 也是开在这里 曾经到过这里 然后走高 开在这里 曾经下来 然后收回 所以大家对K线有一点点概念 顶部的K线一般的话 如果有长下引线的话 代表一个短期的回调开始 短期回调开始 如果上引线的话 但是呢 常常上引线 并不移 就是说如果他好几个K线在上面 然后最后出来收高 走开 就是说曾经到高点 然后收一个长引线下来的话 一般就代表一个 区域性的一个底部的一个出现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就是说上周的话 我们就是基本上 就是有走低的情况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小时图 回到小时图来看 那基本上都还是收在一个关键的 这个2040 2045这样一个支撑上面 虽然过去周四的时候 短暂的到过这个2035 2030的地方 那所以我们基本上 就是可能这个地方 比较焦灼一点 因为我有不同的一个看法 因为跌破通道 基本上会下去的可能性 比较大 那但是也不一定 那我们先讲比较bearish 比较正常的一个看法 一个普通 这个一般做chart的一个看法 就是说 他可能是一个头肩 肩膀 头肩膀 肩膀 然后呢 这是脖子 脖子在哪里呢 大概是2040 这是一个脖子 然后呢 这边也是一个脖子 未来的脖子 然后呢 这也是未来的颈线 那有可能是会到 比如说我们可以 画个斜线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是肩膀 头 然后肩膀上会完全的完成 可以可能完成 然后呢 就下来 那所以呢 基本上注意的点就是说 如果跌破2035或2040的话 基本上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就是调整 就稍微有一个调整 比较明显的调整 不是大 比较明显的调整 那调整的范围呢 大概可能是到2000 或者是到差不多1970为第一目标 如果是这个这个这个是做头的一个模式的话 那另外呢 有一个比较Bolish的看法是说 它是做一个横盘 横盘的话可能成为一个牛旗 就是说一段上涨 然后停顿下来之后 然后还会拨上去 那这个的话 从哪里来印证来 找到support 找到支持的一个证据呢 就是我们如果看QQ的话 你看它这个也是一个像一个横盘 虽然好像在做头 那当然如果 很明确的跌破 这个支撑的话 这也是一个支撑的话 那它可能会 就是 比较多的跌 但是呢 也有可能它是在做一个横盘 然后之后还有一小波上去 之后才完成一个 等于说这个是一个 下一个头肩顶的一个 左肩 然后头 右肩 然后下去 所以这边的话 还没有非常明显的一个 Low High 就是说比较次高的地点 比如说 比方我们这边看 有两个Low High 这边Low High 但是这个基本上是小试图的 所以呢 在做Bolflag 也是有可能是有Low High出现 然后呢 甚至还有Low Low 更低的地点出现 但是呢 就是说我们来看QQ的话 它基本上 你看看这地方也是一样 Low High Low High Higher Low Higher Low Low High Low High Low High OK 这也是 Higher Low 觉得这最后还是可以上去 所以 所以一个趋势 基本上 这是一个Bolflag的一个形态 就是扭起的形态 所以 不排除这也是一个扭起形态之后 再有一个上 一小段一小小点的上涨 那我们看IWM就是小盘股 也有类似的情况 那基本上也是一个类似像一个扭起形态 然后呢还可能会再继续往上涨的可能性 还是存在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UVXY是一个恐慌指数 在扮上这个 就是说恐慌指数上涨 然后呢指数下 就是SPX指数下跌的话 那会帮助UVXY大幅上涨 如果说指数这个没什么涨跌 然后呢恐慌指数上涨的话 那UVXY可能会涨一点点 那相对的如果相反方向是同样的 那这图看什么呢 就是每一次的UVXY要上涨 都会有一个盘底的过程 这个盘底盘了两个月 一二对两个多月 那有一个特征就是说 当它底部 initial就是大概的区域底部出现的时候 圆底 为什么因为它是繁殖 正常的是圆顶 然后呢肩底 你看这都是尖头 尖头原底 这是相反的 那所以 以此类推的话 我们有可能就是会有一个 也是一个原底 原底的情况出现 原底的情况 所以我这是第一次的 就是说 还要看一下就是说 EMA 144是黑色线 你看它做底的时候 基本上都会有一个测试 黑线的一个过程 这比较大的底 所以它做了两次的穿刺 再做一次底之后才上去 那这里的话 你看也是会去测试 那个144 然后呢之后做一个很好的底上去 那一旦有一个initial底部出现的时候 比如说25.88 23 24.34 差距不大 大概 差一块钱 左右一个区间 这里也是一样 initial底部出来 25块上下 24块 23.83 欧盟24块 25 所以 所以就是说 我可以相信 17块应该是一个initial底部 17 18是一个initial底部出来 还没有去穿 去测试144 那这个144 基本上还是下降去 所以 所以 比较有可能性 就是说 回应到这个大盘来看的话 就是说 它基本上 还是有可能 是一个区间震荡的行情 OK 可能 短期的话 还会有一点点spite up 然后之后再做一个盘整 或者是说 直接在这边开始做盘整 那盘整的话 估计的区间 大概就是 大概是1973 是一个 第一个可能目标 另外是大概 1950 1942的地方 好 那对应这个 之前去年 这个 11 11月12月的一个盘整 的情况 好 那当时的盘整 这个 回测 大概差不多是 我用这个图来看的话 差不多是相等于一个区域 所以 期待会有一个 大概100 到150点的一个震荡 是非常有可能的 当这个顶 这个顶部 小区域的顶部完成之后 那当然 也有隐忧 就是说 sps 它 这个牛旗做太久的话 其实是一个做头 为什么 因为像在这里也是一样 它其实 何尝不是做一个 日线级的牛旗呢 后来到最后还是下去 所以在这边的话 我们看到 这个MACD已经走弱 MACD下差 那 那个 所以呢 我们现在好像是在 黑色箭头的地方 黑色箭头的地方 测试这个 这个上升的 这个EMA34天的均线 那 然后呢 等于说 它如果 这边没有支撑的话 那 就是下礼拜就会有一个去测这个2003在一个可能性 那所以呢 就是说 主要还有另外就是说为什么在这地方还是有点点就是说牛旗的可能性是有可能但是也有可能是一个头肩底的右肩呢 是因为你看这个当这个趋势很强的时候休息两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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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天两到三天就上去 这边的话基本上已经搞了大概将近一周就是四天左右 所以四天左右这个牛旗就有点太有点弱 所以我们就想说现在趋势走弱的可能性是大的 所以我们下周的话基本上就是还是就说不要看太空这个市场 但是呢 也要谨慎看多 但是呢可能upside空间并不是很大的 所以就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我们就说再回到小时图 如果没有这个确认跌破2033 2040这块区块的话 基本上这个就是说还是要把它当成可能还会再上涨一小波的可能性 所以除非跌破这个区块那才会有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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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这个瀑布的一个一个情况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油油的话周线基本上上周收了一个就是收阳 然后也是非常强势的一个收阳 所以基本上油的话有可能会有一点上升空间 然后呢黄金黄金的话周线这周线图基本上也是就是说在我们来看一下GDX GDX 上周一直讲到说关键的支撑因为这个看起来是一个扩张形态而且有可能会下去 但下去的话一切都是以看19.219.3附近 然后上周就是开低然后呢基本上接触到19.319.2的地方然后呢稍微垫步一下之后然后上周四周五突破 好那也突破这个蓝色的下降线所以这些支撑跟阻力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记得在上周是讲虽然我看不太看好短期的黄金可能破败的幅度不大 那虽然就是说虽然我还是看中长线还是看多但是短期我也比较考虑 但是呢我们用价格变化来看我们就就是说如果守住守住这关键支撑的话 不要去管别人怎么讲说啊这个从从大从中说会下去 然后呢我就那个记得上周也在video这边提过说 不要太就是就是说我们做好这个支撑阻力的一个就是入场的保护 其他的话让price自己来走自己的路 那所以你看上周就把往上突破而且均线也带上去 所以这段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盘整 就是说这个扩张形态下去的几率其实是蛮大的 但是呢一旦不下去那就只能往上 那我们看一下黄金的这个GDX的那个周线图 也非常的扭而且已经都往上趋势往上是for sure 那回调也没有让人一个非常非常就是按照计划中的一个回调 那只能够就是你在这种关键的地方的时候你在这边建仓 然后hopefully他能上去用一个很小的支损换一个可能会上去的上涨 ok然后呢白银基本上横向盘整 那如果这个这一块14块钱是一个支撑如果能够突破15块2以上的话 基本上他就是一个另外这边是一个盘整然后继续往上走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几个过去蛮看重的股票 EW他基本上上次讲到说84.5地方进去 我在这地方出了一大半那还好还有一些 然后所以呢基本上在这边做很像盘整 那这个是相当好的股票回调是买进的机会 ULTA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他跳空然后盘了很久 大概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呢因为周五的好消息 他加入了被include进去SP500的一个成分指数 所以他往上跳升那基本上这种就是非常稳当的一个股票 你在这边买然后呢就是后一段时间他上去 那也是一样有好的pullback都是一个买进的机会 这是很不错的股票 Solar City的话还没有完全到头的感觉 虽然他在这边阻力的附近停了一下 但是感觉上均线还是就是往上可能会来做一点盘整 或者是说再看下来的一个set out 但是基本上还没有完全的一个 他当然这个以长一点时间来看 他可能做一个熊旗就是说下跌然后熊旗 然后这个是一个支撑如果跌破25.2左右基本上还会再下去 不然的话这基本上如果均线还在保持上面 他这个趋势还可以继续往上走 VRX也是一样他底部做一个下降的一个底部 这是双底 我们说双底也好或是一个下降的楔形 然后呢撑住了之后往上走 现在的话基本上测试这个之前的高点 支撑 如果能撑住的话 那就会往上继续走 如果这边没有撑住看下一个大概31.6或30.2 这附近是一个另外一个支撑 XLE的话也是一样他是一个 就像指数一样他是一个牛旗 然后呢撑住以后突破 OK 好所以非常漂亮 好我们今天就讲到差不多这个地方 然后如果想加入这个冲浪 开心冲浪群的朋友 可以scan这个QR Code 我的QR Code 因为这个新的群已经超过100人了 所以如果需要加入的话 你可以邀请 可以找你的朋友 在群里面的朋友 或者是加我 然后呢我也可以帮你拉进这个群 那在这个群呢基本上可以时刻的 就是 不是时刻啦 就是常常的听到我在这个intraday 就是日内的一个update 对此是一个update 那每天也有这个end of day的report 那这个是在我们基本上视频是每周一次 好所以 视频周末视频讲一个大概方向 那细部每一天可能因为盘面的变化 其实细部的调整的话 那就可以加入这个 加入我的微信之后我可以帮你拉进这个局面 OK那同样的就是如果对这个系统的建立方面有兴趣的朋友 那想就是知道一下说 我平常每天怎么看这市场 为什么这样看 那我会剖析我的这个怎么样看的这些 这个感觉 还有这个思考方式 那这个有这个小班的一个training的一个class 那如果有兴趣的来跟我联系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愿大家有快乐的周末 以及下周有一个好的training 好我们下周见 现在我们下周见